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是获获新鲜获获金 上周刚说完制裁这件事 今天又有新发展 不单是移动中国 移动伊朗 又退出所谓的家伙核博谈 中国的传媒一如既往 中国随时成为最大赢家 每次他都赢 他没有输过 精神上永远都会胜利 所以老顺真的是先知 所以这人永远不会输 怎样不输法呢 川普如果说美国退出 和伊朗禁止发展核武器的谈判的话 伊朗随时会发展核武器 又或者只剩下欧洲的独力难知 中国和俄罗斯就势必会有伊朗的投靠 变成多个坚实的盟友 中国一定会赢 说是这么说 是否真的这么简单 彭博怎样看伊朗的关系 伊朗我刚刚开麦前都问了 烧公 似乎北韩那边好像刚刚才有些 好像有些进展 好像那边又不用理会 这次又赶了去新加坡 另一边就立刻烂火头 其实就不是立刻烂火头 如果记得中美贸易战里面 那些东西 对四国朝铁那些东西 对中兴呢 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说他将新兵卖到伊朗 所以制裁伊朗 其实一向都是美国的国策 你和他不友谈 你和他打过 在这种情况下 他没有可能不制裁你 先前因为大家爱好和平 爱心爆棚 他就拔了伊朗去谈谈和谈 就说伊朗要换取国际解除禁运 让他不要发展核武 但是美国佬已经说 上期有很多证据 他没有停过核发展计划 甚至有部分的传言 是什么呢 芯片是其中一样东西 就是中国支援伊朗 伊朗支援谁呢 大家可能也有没有想过 以伊朗的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的话 有一个说法就是 这个金三世 有部分的技术是来自伊朗的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很短很短时间 正正就是同时 开始舒缓了对伊朗的禁运和制裁之后 金仔在地球的第二边 忽然之间的导弹技术突飞满进 所以变得有很多传言 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所以美国佬很怀疑伊朗 即是出鼓劃已经怀疑了很久了 我想川普反而不用跟你说 人情面子 说特意就特意 说推出就特意 所以即使是其他欧盟的所谓盟友 即是大声疾呼 或者千万不要退出这个核弹盘 川普说你死 照顾你 而也是从上次说的一样 中兴其中一样的死穴 就是违反了对当年伊朗的禁运 所以有这个所谓禁运牌 美国有很多东西玩的 不只是对着副中兴这么简单 有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千丝万留的 之前如果大家都记得有个说法 就叫做邀我核心 邀我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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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伊朗和北韩还在 现在加了个 换了个 那只脚 换了中国 好像 所以为什么美国那边 尤其是川普的班底 北欧都说 美国的真正威胁 不是来自俄罗斯 从来都是来自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的看法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今次 所有这些不停的出招都好 真真正正去是 要叹谁呢 是叹习近平 也无法 中国当央 为什么会名叹他呢 你想想 自从油价大跌之后 俄罗斯没有什么影响力 除了他可以 徽军割开乌克兰之外 即是舊有勢力範圍可以說 新的勢力範圍在俄羅斯已經完全沒有 真真正正重新描起對此局面 就是所謂和平崛起的一帶一路 所以美國這時候發難是有原因 甚至不是很近期的原因 全球整體佈局都是這樣 從來所謂大國崛起就不會是和平 你說和平是騙鬼 當年鄧小平的做法就是韜光養晦 反而是對的 不是說他崛起是對的 純粹是想說技術問題 我也強調那件事是惡冷血道爆 我就以戰論戰講技術 當你實在是能夠人揮揮的時候 就唯有暗鏈做事而已 就是這樣 鄧小平能力做甚麼加科呢 就是韜光養晦 但近幾十年 這個所謂中興局面從此而來 甚至是逐步通過融入世貿體系裡面 令中國真的有一個經濟上轉型的機會 但到了習大大上台 他就認為已經不需要韜光養晦了 這個很奇怪 不需要韜光養晦 他就想要大國掘起 對呀 他就是要大國掘起 又做航母又做飛彈 真是威得爆 又威到甚麼時候呢 代價就威到現在 威到現在 威到現在 沒有了 你還可以說甚麼代價 阿欽一早已經起你底牌了 所以有一個說法就是 中國其實不是那麼緊張的 為甚麼呢 你心片沒有 他自己可以做 看心又有 然後又做其他 龍心、人心 無所謂 即是玻璃心 其實實在是玻璃心 實在是玻璃心 然後中國說自己有本事做科研 諸如此類 然後所謂低端 他跟第三世界國家買 當年都是這個不結盟運動 第三世界都是這樣做的 但上次我們已經分析過了 所以你所謂一個高端一個低端 所謂中間的加工那一下 其實最脆弱的 為甚麼呢 你整個經濟體系 如果你沒有了基礎 你想想 你整個食物鏈 如果沒有了基本的農作物 即是大豆等 養起你整個農業系統的話 其實我不當你沒有食物才算 我只是加價都加到你傻 幾何級數 你現在所謂的東北要種大豆 我不明白東北可以怎樣種大豆 是傻到發瘋的 因為你改種大豆之後 所謂低端農作物 跟著拿一個農地去做一個 東北一早已經在轉型 種大米 其他較為高增值的所謂經濟作物 都已經在做 你現在反過來就是種大豆 種大豆值多少錢 我不敢說 但你不能夠沒有 我指令人說你不能夠沒有 中國不買美國的大豆 你買巴西大豆 不然就賣了 買阿根廷大豆 可以不可以 阿根廷自己都是農業的 那些農作物 那些牛 那些羊 那些雞 那些雞 那些不用食字料 不會的 所以變成整個農業系統 你要即時改變格局 是不可能的事 而更加搞笑的 有部分觀眾 可能性 其實就是法國爛財 你不可以直接買美國的大豆 那巴西買美國的大豆 在一個袋子裡貼過牌子 說是巴西製造賣中國 加價 麻煩你 你需要買的 你可以不買嗎 所以出口轉內銷的東西 不只是香港人會做的 香港人會不會在貿易裡賺錢 都不敢說了 總之中國是不可能得進口這些東西的 大家可以想想 法國爛財 另一個所謂晶片 芯片 最近說好像台灣有一間公司 就肯賣芯片給大陸 那些供應量 質素 價格 都好像從來談好數 所以未知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變成中國就是所謂製造強國 亂說過2025 2018過年半的骨頭都不知道 而據報國內現在所有 就算是網上銷售平台 中興手機已經全線下打 應該真的休克了 應該真的休克了 他說下一架 大陸他買不到 那些東西已經 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休克了 已經休克了 將會再劍指哪一飯 大家都未知 但是2025所謂 是不是人家這麼自在 你的2025按住不讓你起床呢 這個不敢說 其實上次分析了一個很古怪的情況 我不知道美國人是否看得透 就是說即習難改 正如你上次所說的 你研究芯片那些人都是造假起家的 而他們做了所有科研的路種 你想想中國做科研的 真是做科研那些人 不是路作那些人 不是拆了個牌子痴堤的那些人 總之你不是造假的話 你有沒有可能在這個科研系 都可以生存到 應該懂得做的 就只去了美國 一來啦 一來吧 就自己有 不可能做真事 因為做真事會死 在中國 記不記得有一個科學家 就離開了中國 才開了洛伯爾獎 記得 在中國很難很難做這件事 而中國獲得一個洛伯爾獎 暫時是兩個 文學獎 就是這樣獲得 你可以怎樣 拿獎之餘 人權獎 還得到空燈 你怎樣可以鼓勵別人 所以就創新產 不要緊 他自己是孔子獎 孔子懂得玩晶片 不要緊 孔片 孔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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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你做甚麼 有些很有趣的論調 都可以看得到他們思維的方式 就有一個似乎是中國科研 晶片界的一個前輩級的人物 結構性 他不是 他說 其實他一直的 window 被我們抄襲 就是滲我們 聽過了 就是來源 滲你 搞到我們就不 嘩 真是 搞到中國就不會自主開發 用慣導版軟 用慣導版軟 於是就不會開發 即是指導完人版 還要說是你搞到我 搞到我 吃開白粉之後 只怪別人不讓你去耕田 他把我當成鴉片 那跟鴉片戰爭有甚麼分別 你跟鴉片戰爭有甚麼分別 大家清醒一下 我寫過鴉片戰爭 大家都明白甚麼事 根本不是那些鬼佬有心 道理吃鴉片 但是你自己要搶著來吃關人鬼事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同樣道理 你說鴉片是否合法 人家不拘捕你 你自己又不拘捕人 那關人鬼事 即是你導版 你自己不拘捕人 你可以發生這件事 就是主導版 所以你沒有開發 故自然 但同樣說過剛才的 假如你是有心開發正版 你是死無全屍的 因為你樓上的柚子 他本身是用導版的 你用正版 就是想他死 中國的消費者 其實這樣會不會用正版 這也是另一個問題 中國不是實用主義這麼簡單 而是拿來主義 共產就是大家共產 你那些我可以拿 他那些我可以拿 中國有大加拿 外國有加拿大 中國懂得共產主義 所以為何習近平說 共產主義適合中國 完全正確 我是同意的 是按他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 就是共產主義 即是可以隨便侵佔別人的私產 他們的理解 結果就是不是生產 你明白嗎 所以為何這麼過癮的情況 就是你有錢扔下去 但不會有回報 就是這麼簡單 那些錢是用來花的 不是真的用來做事 你明白嗎 所以你想想 這麼多年以來 那些科研資金 扔了做完東西出來 所以大家舉手投降 我只可以說 跟亞建戰爭的情況 一模一樣 就是死腐敗 所以習近平說打腐敗 牌子 知道牌子說得不錯 骨子裡面 又是說回那套 大家拿的共產理論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會不會突破呢 他會說 拭目以待 我就不知各有事可以做得到 因為如果他要換血的話 舉國上下 你全換他 你行不行嗎 我不知道 基本上將在做事的人 不是在做事的人 都在打把 其實是一樣的 做不做的 隨時打把 但你打完把 之後換上去 那些人都不是做事 有心做事 和會不會做事 是兩回事 這次最新出爐的 哈輪鏡頭是甚麼 就是中美貿易戰 談判代表團 你記不記得 劉鶴副總理級 帶團去到跟鬼佬談判 你貿易實務那些人 原來全部沒有跟團去 為甚麼 不是自己的 或者認識那些 打了把 整個中國的所謂貿易談判團 居然是沒有一些貿易技術人員跟手的 全都是所謂理論專家 理論專家 如果可以解決實際問題 一早已經發掘了 沒有 所以習近平身邊圍著的是甚麼人 上糧不值不下糧歪 你發覺老黨員也沒有說錯 就是有人的教育水平 只不過是小學 用同樣道理 上山下鄉的小學水平幹部 我比起做了國家主席又如何 你會找甚麼幹部來輔助自己呢 難道是會有本事的吧 不會的 會找甚麼東西呢 就是那些打口很厲害 理論很厲害 哄得今常很高興的人 皇帝高興就是用太監官僚 不是正常的技術官僚 是叫做太監官僚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認為貿易代表 可以談甚麼實際事情出來 結果就不歡而散 沒有公佈的 你有沒有留意 中美涵判 沒有公佈的 結果是甚麼加科 不是被人扔進來砌 繼續吧 所以凸完中興 接著又在動華為 很快 但是來下去 那個罪狀的甚麼加科 就是違反禁制令 所以為甚麼 就好像一篇小選揭 一個篇章 第一篇說甚麼 第二篇說甚麼 順序下去 就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內 你不會想到開第二戰線 原來是相關的 就是殺手間 就是為貿易制裁 經濟制裁 所以如果邪惡俗心 依然存在的話 肯定現在伊朗又回到鑊 如果是這樣的 過去幾年 中國真的死得多厲害 你也要上次記得 對北韓禁運 十條船 八條船 由中國出去 即使香港註冊 又如何 又在中國運貨 所以你看到 中國涉及了很大量 所謂地下經濟 以地下經濟去向 去哪個地方呢 就是 又是邪惡俗心的國家 所以美國都打你很正常 順序摸瓜 就可以了 所以這次 我想再衍生出來 就不止那麼小事 因為其實金融界都知道 一聲說制裁 你不要以為只是沒飯吃 那麼簡單 例如說金融制裁牽涉到不加科 我真的見過 好像差不多上不了市 就是他做這個 鋁金屬的制煉廠技術 他不是製造產品給你 而且還不是製造那些些 製造了廠間給你 去製造鋁材料 給你做鋁加工 但是那些是屬於這什麼家科呢 原來是禁運內容之一 所以原來那些所謂戰略物資 你不能夠運去給伊朗 如果運去給伊朗 或是幫伊朗的工廠 製造生產車間 就要發生什麼事 你不是違反美國的經濟制裁 在這個情況下又如何 就是犯法 其實是犯美國的法 你不是犯另一個國家的法 但是犯美國的法 然後就很嚴重 雖遠必珠 沒錯 真正做到雖遠必珠 有什麼交科呢 原來就是美帝 你不要以為吳京可以 吳京那種是雖遠必修的 因為你如果要他來大使館照顧你的話 就麻煩你給你這個安家費 尋求中國大使館的協助 是要給賣路前的 但是唯一做到免費送給你的雖遠必珠 就是微帝 那間公司結果差點上不了市 結果是如何搞呢 其實技術上也死不了人 講講講講不會趕絕你 結果就全部出國家隊 中節頭的投行券商全部包 整整件事都包了幾十億 就唯有不斷做 你不用找美國行 不用找華爾街大行 世界大行進來 他們死定了 除非他們不想做美國的生意 所以看到一件事是牽罰動全身的 所以是好處是全方位 而受害最深的 或者有機會成為最大贏家 贏輸牌來計算的話 又是中國 死了 所以其實那個佈局好像很過癮 千絲萬流就不了 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就說 這個所謂貿易戰爭 是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中國作為一個加工國家 或者是工業國家 加工國家 其實有很多原材 都記住當外國輸入的 正如美國買芯片 一年幾千億這樣買 一聲說不買 上次就說了 美國的廠都很傷的 因為你設計的生產數量 是要來回本 是要來投資下去 做下一代的晶片 如果說這個中斷了 下一代晶片何時出生 其實美國人根本有機會會受傷 但即使是這樣 美國人也不怕你 為甚麼 其實我會想一件事 有機會中國會開出一個 美國不會不接受的好條件 就損到爆炸那一隻 所以剛剛已經公佈了 你汽車進口稅又減 然後公佈了 你外資控管金融機構 又可以給你出百分之五十一 所以很多東西 其實就是當年 他是世貿的承諾 逐樣跟你兌現 所以美國人很明顯一夾 不停一夾 就是倒轉來抖錢 所以倒轉來抖 逐樣抖 所以其實全部都答應了 未加貨現在逐樣加貨 所以我想美國都看到 這麼大好形勢的話 我相信他覺得 未必會擔心 所謂貿易戰爭會傷害到自己 因為美國還會玩一件事 如果你看中興做甚麼加貨 雖然是休克 雖然是休克 那些律師是沒有休克的 他明知美國人 你要講程序 講法律的 你看前的通告 中興向美國法院提出 暫緩實施令 即是不爭蠢 就說沒錯 總統領域要禁制 諸如此類 但是要講程序 法庭有權提出上訴 國會有權否決總統的行政命令 所以在互相制衡的情況下 你會發覺親親雖 雖然開口硬 但實際做的事是微落底的 為甚麼上次英華很過癮的黑屋鏡頭 就是 即是搏擊戰 微埋啞 微埋啞 宣佈蔡規已經休克了 宣佈蔡規休克了 那個人不是坐在一旁等你繼續投判 他宣佈蔡規 他不是真的打你 已經休克了 即是玻璃心到這個地步 所以你會發覺美國人 所謂軟一手硬一手是甚麼加貨 軟一手就是他還可以玩程序 儘管是上訴 儘管站門執行鎮 他不一定要下下見血 其實美國人講得難聽 如果用環球時報的理論的話 就是再殖民中國 又要將中國變成殖民地 為美國的經濟服務 就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美帝亡 我之心不死 資本主義 我之心不死 其實都不禍如是 問題是慘狀 畢加科 就是入世貿的時候 答應了 所以變成這些大堆東西 你講得難聽一點 我就會覺得不像是貿易戰爭 起碼戰爭你也要對等一點 打架你兩個都打成 按住被人砌 不是叫他打 甚至今次只是宣佈蔡規 還未打 而真真正的所謂戰爭狀態 人家的貨 我們真的想要人家的名字 或者想要某些 不是 直接予取予攜 就是這樣拿 所以我想今次就比別人一樣厲害 應該美國還會有一張很長清誕 很長清誕 但中國知不知自己在哪裏 可能是不知 我不會的 他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他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 他在門上欺客習慣了 陰謀 你是美帝 又是 什麼國之重器 諸如此類 為什麼說難 為什麼中國未必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呢 記不記得上一次就是習近平去長江三峽 上次也說過了 去長江三峽 中國技術一流 國之重器 我就暗暗地在那裏笑出來 就說別人未知內情 我隨時會知道 我做哪裏呢 有份建設中國 變成核心技術 三峽大壩工程 發電機組的核心技術 軟件也尤其是 根本不是中國的 瑞典和瑞市 ABB Azerbanto Ferry 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公司 根本就是外國進口技術 但是 居然習近平去到 當正沒有問題 我們中國是國之重器核心技術 習近平其實這個小學生 是不知道那些東西不是中國的 如果如此類推的話 他們發覺中國沒有芯片 是一個是美國人提醒它 他才會知道 裡面有可能下面有可能知道 上面有可能是不為之 沒有人敢跟皇上說 沒有人敢說真相 是的 在歷代都是這樣 亡國的時候 這現象尤其是明顯的 不要說我遷就你亡國 不是 講事實而已 我們是獨宗史的 有獨宗史的 不是外國版本的 打選中不是外國版本 每次這個所謂朝代的亂亡之前 就會有一種現象 就是一個大有為的君主 都像崇禎一樣 哪個個都不相信 自己的信太監 然後什麼情報都錯了 個個都門上欺下 到他真的知道的時候 可能已經兵臨成下了 是的 當然是不跟他說 你不哄他 他隨時突然打你把 你只可以報喜不報憂 你報憂是很大件事的 說真相很大件事就是這樣 所以變成這個腐敗結構性 鼓勵甚至強制你腐敗的 你如果不是一齊同撈同撈 你說滿朝上下全部都是大話精涯 有本事就換掉它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看中興這件事 都令到 又是刮到一巴掌 突然間搞到那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Amazing China 就是那個 厲害了 厲害了 這個國 搞到都要下架 我猜他也不知道 他自己也看完那些 真的以為自己會 當初很重要的一件事 中宣部也明白一件事 過得審批 你肯定要當他是真的 但是過完審批出了街 美國老師來踢爆你 那些傢伙會發生什麼事 你以為打敗 可能都是抓小貓三四出來打敗 正如上一次 即是扮全球報紙說過美國記者 嚇到人家反了眼那個 結果哪個被人弄冬菇 就是反眼那個 就不是說謊那個 一藍一紅 藍色那個是反眼的 那些東西被人解僱了 上面就是那一句 你在一個系統裏面 不能夠違反系統的意志 去說真話 你就算不是說話 你只會被一個表情說 我頂你不順反眼 你都死掉了 所以在這個系統裏面 正如所謂亡國先兆 那個紅色的調了回去 調了回去中央 那是反而沒有共同 那他女朋友 cares 他愛國 是精宗布國 那即是他謊言 派言的行為 這個是系統的指 Dire 代他而非自己個人的行為 制度 你只想想 誰反而絕世好捐 叫他去美國申請到一部尤證信箱 一個尤證信箱 就變成了一個所以世界時報 《世界時報》 紐約出發派記者來中國採訪你多威風 全球記者都在這裏 萬國內朝 萬國內朝 差點未講 火星也有黎曼 萬國內朝當然是興奮 問題就是等如以前皇帝出巡一樣 原來全部都在一起做戲 皇帝知不知道 不知道 所謂生於生公之中 生於婦人之手 一模一樣 我想他玩內鬥都頗厲害 可以動到這個 薄熙來 又可以動到一班所謂軍勞府 民定的內鬥 真真正正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除了經濟領域 還要命的一件事 又不知道改不改到 其實那個前因後果 又跟任何萬國時期一樣 軍事系統 一向都以前有說 其實軍隊就是中國最大的企業之一 軍隊辦企業 未至於企業辦軍隊 其實有稍後交代 軍隊辦企業的後果是甚麼 你是黨政分家 只是跟飯碗作對 當兵在國內從來都是肥缺 跟中國歷代一樣 當兵是肥缺 你拿著把刀在手 要風得風 要語得語 收買爐錢也好 作威作福也好 有很多好處 中國軍隊打不打得 這是不敢說 收片一定可以 專業的 專業收片一定可以 每次捉清軍老虎 在地上掘出來的錢 是斷億計的 數到自己的消費屎 斷噸抽出來 好像報紙包著煤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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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 軍隊的腐敗程度很簡單 軍隊的腐敗比政治的腐敗更嚴重 在這種情況下 兵打不打得呢 其實大家心裡有數 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威風 所以解釋一個很個人的現象 為何每次中國周邊出事 打完都退回自己邊界 有留意嗎 原因是你怎樣可以搞抗日持久的對戰 作戰能力是一個大問題 大問題出自於何方 跟中國的力度一樣 出自於腐敗 當兵也是肥缺 當警察也是肥缺 做官員也是肥缺 全部都是肥缺 全部只是官本位當肥缺來做事 在這種情況下 你的國家還可以怎樣玩呢 我想他買軍備也好 整軍備也好 閱兵的面子工程也好 絕對做足 不能打得不敢說 所以這些東西 陸續有來 伊朗出牌 下一局就會看著有很多中資機構 相繼一旦撤出伊朗 一旦被制裁 一旦互相告法 一旦互相告法 他有反而不關我事 我只要污點證人 唯一可能自保要靠這件事 所以陸續有來大家不用擔心 他可能會慢慢提 那陸博另外還有 尤其是在講 有很多議題可以跟進一下 有很多議題可以跟進一下 證如說 陸博一向提到大灣區的話題 最近多了一個新的說法 就是以後沒有香港人 都叫做大灣區人 大灣區人 是不是這樣 看看他 我覺得香港那個 如果說福利制度各方面 仍然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其實 會有很多人仍然會想進來 即是大灣區實現這個融合 應該是我們很想上去 然後他又不特別想進來 但不會 應該擴張 是呀 不會 因為那個差距仍然在 所以你解決不了 我又覺得 口說而已 你說完全沒有差異 但當然你說 具體的便利措施 何時成天不住 在那裏上班 但你的高鐵 原來他發覺 是要再買票的 你博車 又踢爆 對 他自己說 我都知道 就是個硬 你不要說我困你了 我通過之前幾天 就跟你說定了 其實你是賣不到票的 在那裏買票 那你為何不賣票 那你想想 什麼叫做 一地兩檢快捷方便 其實是很糟的 其實有些鬼拍項目 就問畢加科 記不記得 很久很久以前 你都提過這個話題 其實高鐵的規劃 在那個站那裏 已經預設了 你在深圳 是有入境檢查的 原本有的 中國政府 一早已經預設了 你不是一地兩檢 或者所謂一地兩檢 所謂的 諾馬州模式 或者叫深圳灣 深圳灣模式 其實是在中國境內 做一地兩檢 可以的 其實設計是這樣的 根本接受得到 不是接受得到 這次再鬼拍後 就爆了一件 就是如果中國 一早預設在香港賣票 真的是一地兩檢 那為什麼現在要去國內賣票 連授權代理都沒有搞 你不可以嗎 很奇怪 所以中國現在沒有想過 又刮到一巴掌 其實中國沒有想過 沒有必要 一定要在香港 那一定是兩檢 如果你要去到 那個策劃就是在深圳 你要搏上去 你是上去才賣票 我怎樣都要下車 是啊 你只不過是 起了一個所謂快速軌道 去到深圳 讓你在那裏轉高鐵 香港是不需要高鐵的 一向都是 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次你會發整個軟件 軟件安排 都是不包括香港在內 是不包括香港在內 是不包括香港在內 所以 加一個櫃位有多難 沒有就是沒有 因為軟件有很多個系統 你不包括就不包括 但是 再掛了東西 就是鬼魄後尾症 其實中國一向都預計 在深圳買票 預計在深圳買票 是什麼意思 他就不需要在九龍上車 他預計在深圳上車 而不是在九龍上車 死未 所以這件事實在還有幾件事 瞞著大家還未說 中國是否這麼緊張 一定要在香港 一定要在香港 一、兩、兩、兩 連同賣票 這件事都記住了 很明顯不像是 越來越 越來越跟我們 開頭理解的方向是一致 很明顯是不知道有哪些 這件事 爭取融合 是的 爭取融合 當年董建華有說過 如果香港不主動爭取 成為所謂區域性交通樓樓 就被深圳趕過了 香港人被迫參加一場競賽 由深圳鬥法成為區域交通樓樓 其實三跑是一樣的 道理是一樣的 大家計算出來 香港是不需要三條跑道 即是一個尿兜 頂住一個尿兜 就是頂住深圳機場 我是要跟你在深圳爭生意 我起了第三跑道出來 行不行 我怎麽要跟深圳爭 我慢慢分工 好奇怪 即是說 中國本身的規劃 其實有很多是不需要在香港建 所以搞到矛盾這麽大 有人認為要幫香港出頭 爭取成為這個區域的交通樓樓 所以才搞到大頭髮出來 所有的跡象現在逐件暴露出來 看到了 中國自己的規劃沒有餘理 沒有餘理 那整來幹什麽 有種很有趣的思維模式 其實上一代那些 因為你看一下 譬如你紐約 他都不會做所有的功能 你什麽時候不 你轉機就是芝加哥 是吧 那你怎麽會不需要放在紐約 那些東西不放在紐約 我們就糟糕了 紐約也不需要在那些機場 即是說輸納性 他放在芝加哥 轉機那些 但問題是 香港人就很奇怪 上一代那些 如果那些東西不放在香港 我們就糟糕了 是吧 我想不止上一代 這一代 可能有些人這樣想 也不知道 問題就是未經科學考證 還有你對那個城市 其實你機場 現在都有個很嚴重的容量問題 一來吧 但正正就是這些所謂基建設計 其實本末倒置都不止 是倒米的 倒米是在於什麽呢 如果你爭取要成為什麽區域書 政權 你沒有一個區域分工 你沒有一個區域分工 那些人自然就會聚在香港 不走的 什麽是在深圳住在香港上班 為什麽不在深圳住在深圳上班 你香港的就業機會不會去到深圳 起碼不是給香港人 如果香港的就業機會 或者是賺錢的機會 是會擴張去到大灣區 不用你趕他自己去跌倒去 所以他所有的策劃其實是背道而馳 等於說如果是深圳機場的功能 是做得好的 接駁國內的 你在香港要做的一件事 又不是從他爭的 你做國際線 他做國內線 沒有人跟他爭的 那你就只能起了一條高速鐵路 去深圳機場 沒有人阻礙你 即是說如果你在香港起高鐵 你的接駁點 應該是駁香港機場去深圳機場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分工就合理了 你是不需要在香港 你爭取中國內陸線 你香港一向都做國際航運中心 還有你講的效益 當然是做國際航運的效益很多 即使貨運也是 就算是貨運做 貨運也死不了人 我要快速運輸 我在香港做物流 物流可以照顧到 不會有衝突 所以好像很奇怪 正如你所說 那個土地使用概念 是吃了糞便 即是反過來 甚麼都要納在香港 因為你分工不到 譬如你講自由行方面 蕭公之前也寫過文章 其實效益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高 黑經濟活動 即是你擠壓了很多其他的 真正對整體城市生活質素 以及遊客印象 旅遊觀感 體驗 是有益的 反而你不做 你漏了那些華大佬 還有一個政治後果 那些華大佬 那些華大佬 令到大範圍的接觸 令到你原本 讀三千年中國歷史 讀到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的前功盡廢 原來不是 一場春夢 你以為自己是 但現實告訴你不是 所以你去到2014年的時候 那些人搞港獨 你以為他們天生就是港獨 大佬是教出來的 不是教書那些人教的 都說上一次青少年的統計 看到了 其實是建制派做的 但結果就好像諷刺的一件事 所謂不認自己是中國人的青年人 大部分都是回到國內 是自己有經驗的情況下 來產生一種反作用 所以這件事你想怎樣 反而你是不應該讓他有接觸 或者有控制的接觸 或者保持一個距離 有控制的接觸 保持一定的區間 令到相處好 即是同住欄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不需要說很宏觀的理論 你都明白 整個策劃上出了很多 暗瓦道 源頭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所有東西都要放在香港 未必是有心害你 但事實做出來就是 後果就是 每次都對著你來 拿你命 後果就是令你不反彈不行 所以我想在陪歸初期 有某些所謂有為政府 做了幾個 越是大有為 越是大頭髮 因為他們覺得自己 要一改港英時期 那種容懶無為 我們現在當家作主 要大有為 很明顯有幾個策略上 都是錯了 問題現在正在錯下去 你還要每年還要給管理費 還未告訴你 管理費是少 搞到什麼程度 就是整個立法會天下大圓 變成又另一個陰謀論出來 陰謀論 乘機要廢了立法會 要他變成橡皮圖章 叫人大 在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也很嚴重 所以其中一個說法 又是入了耶穌 即是啞仔食黃麵 即是苦我弟弟 苦我弟弟 苦我弟弟在做什麼 就說我爺爺有心想 動你的立法會 那問題是 為什麼立法會 搞到天下大亂 就是高鐵這班人 搞到那些人說你違憲 所以立法會 拼命拉布 拼命造反 打了大架 又要拖人離場 這樣來的 難看得不得了 難看得不得了一回事 反正都是大家選出來的 你可以怎樣 結果就是搞到天下大面 大雅灣還可以有什麼想法 大雅灣區還有什麼想法 可能你講這麼具體 其他政策層次 大雅灣區有一樣東西 都很近來的 一個熱議的議題有關 就是到底 我們原來去大雅灣區 這麼好語是什麼 他一向都說月語不是沒有語 是 可能很多香港人 不是說粵語的 都有 一向都有 粵語 你說如果是廣府話 潮州話不算 福建話不算 嚴格來說 香港有所謂母語的 那麼重要的爭拗 也未必 不過大家習慣了 廣府話 是本地法定語言 大家不會有意義的 所以母語教育 就說那樣而已 不過在法律上也有些要留意 因為他做了很多小動作 因為說法定語言是中文 但是中文是沒有 從來沒有法律令明說 廣東話是一個法定語言 它有所謂兩文三語的講法 但是中文是法定語言 但是什麼是中文呢 如果你看政府的網頁 之前也陸陸陸陸陸辯爭幾次 不是這一年 就是中文而已 中文但不是廣東話 的確中文這個字 在大陸的語境 其實真的說普通話 因為它是有法定語言的 對 對 你跟大陸人在討論 我以前讀書 讀大學的時候 那個年代的大陸學生是肯說廣東話的 有時候我們就他講普通話 你為什麼要跟我說中文 中文我個人也是中文 語也是中文 他呆了 因為他在他的語境下我講中文就是講普通話 所以他的理解就是普通話 的確大陸是有法定語而普通話 你當然是這樣 但你香港的所謂 香港的所謂中文作為法定語言 知道哪一種呢 但其實如果你看看 中文運動就不是今年搞的 火紅年代已經搞的 火紅年代已經搞的 當年搞中文運動的那些人 講的是什麼話 結果就是廣東話 你走不走的 不過我們看回整個歷史 如果你說港府話 如來香港成為正統 即是說戰前 當然我們一向都是以廣東人為主 我們的移民 到戰後一直的主流都是這樣 但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族群 族群也有 有圍頭和彈架 其實香港的鄉間裏面也不完全是講廣東話 當然難民在戰後市區那些 都有很多不是講廣東話 上海也不少 最後是福建 又有潮州 等等等等都不是 但到了戰後的發展 英國其實沒有一個 原本沒有 中文沒有道理 原本都忘記了 還有你想想那時候 你唱電影 唱流行曲 都是國語的 很明顯那時候 香港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定位 但很明顯應該是在戰後 也是去到六七十年代 戰後嬰兒朝 基本上是主流 不是叫大逃港 是爭取來港 正確的歷史就是這樣說 就不知為何 沒有大逃港 就不只記得人說 前赴後繼 犧牲性命都來建設香港 很厲害 問題就是 正如馮波所說 其實如果看香港的母語是甚麼加科 或者香港的環境 中文是甚麼加科 除了廣東話 其實很難找到另一隻塞進去 正如當年搞這個所謂 香港第一次叫做承認中文地位 就是中文運動之後 又是這個六七暴動之後的後果 好了 你承認中文地位 例如我們母校中文大學 這叫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的中文是甚麼意思呢 發覺中文大學的校歌 依然是在唱華語 那時候還沒有普通話 是華語 星亞那個都在唱國語 是華語 所以你發覺其實 中文大學的中文運動 的確定位是不清楚的 建校那班肯定是一個新瑜伽 不用問阿桂 新瑜伽會唱 其實那些湖南康也挺重手 那些藍客內的文人本身 也有很多 那些薄荷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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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鄉口話都很重 那個年代基本上都很重 很重 所以你發覺其實 中文我未定是普通話 好了 在香港的預警下 即使你第一次承認 中文成為所謂合法的語言 所謂法定語言的中文 除了廣府話 你想不想到第二隻 自然的淘汰 因為自然淘汰 再進一步 到了香港提倡母語教學 九七後 九一後 以前經常說 在香港的殖民年代要過 中國人要用回中文 問題又來了 你想想九七之後搞教改 母語教學那一下 所謂要減輕學生壓力 要推行母語教學 那一次母語教學的運動 母語是甚麼 吳國是普通話 當然是兩文三語 兩文是中英文 三語不會沒有了粵語 兩文三語是很清楚的 當年一個很過人的說法 書緬語中文 那個沒有甚麼 顧之言是繁體字 不是簡體字 書緬語 其實是民國那一套 民國那一套書緬語 好像陳文說的 是維文 大中華維文 那要用回正式的中國文字 其實是民國那一套 是繁體字來的 我們叫正體字 中文書緬語 肯定是那一種 中文就有兩種口語 以兩文三語來計 除了普通話 你跟著甚麼 難道是草州話 粵語就是廣府話 除非你說 將十年教改那套 所有歷史資料 都堆入垃圾桶 提都不准提 甚至最好抓梁錦松出來 滅他的口 他有分教 梁錦松有分教 兩文三語 在這種情況下 你滅他的口 通識他都有分教 又要斬 又要斬 又要鞭屍 要鞭屍 又要鞭屍 不用考了 不用考就不用讀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良感重組 就是賣國賊行為 第一 他搞港獨 他提倡粵語是沒有語 你不死 還要搞政治法 通識 當年就說 你要獨立批判思考 不要再算殖民地那一套 問題是 一不說殖民地那一套 就是第二種殖民地 他都不相信 連中國殖民 他都不相信 非常獨立思考 他過分政治化 拘捕老 除非你將九七年開始那一套 二千年差不多 你由二千年開始那一套 十年教改所說的 兩文三語 和通識教育 全部剩下 那你才勉強說 招令直改是中國政治的特色 反譜反台 不是招令直改是反譜反台 不過我在想 蕭公你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他以粵語為母語教學 這件事 國內有一位學者 寫了一篇文 應該是中山大學的學者 陳永傑 老師寫了一篇 叫做15年寫的 《語民政策與身份認同》 《改革開放以來的港府文化與港府人》 這個在那些港語學或者 支持粵語運動裏面都經常引用的 這篇大家都建議看一看 梳理很清楚 他的角度就有一點不同 他說其實這是一個策略性 他的理解就是先 如果沒有語教學的話 就是先 令到粵語取代英語 作為一個再主流一點 當然我不完全認同這種謀論 但是他的說法就是 你有沒有留意到回歸之後 其實真的沒有語教學 香港的小孩 就是中學生 普遍的英文水平真的低 英文水平糟糕了 不等於中文水平好了 兩樣都糟糕了 沒有語教學的一個很直接的一個 第二件事 粵語和普通話 因為他是廣州人士 所以他是用 參照國內的思維方式 不是 他是參照廣州發生什麼事 我看上去 因為他理解 如果在他的篇文裡面 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時點 其實 在港府話 真的完全廣州成為一個 普通話做第一語言 退居次要地位 其實是1997年之後才發生的 跟他當地人的看法 跟他的歷史觀點 他的理解就是 其實在改革開放開始 至1997年之前 有20年左右這個黃金時間 就是基本上 廣東一方面 是完全能夠直接接收到香港的電視 娛樂資訊完全是直接接收到的 他的開放政策就是講了這件事 完全是接收到的 所以在那段時間 其實也都藉著這個電視播廣劇 在香港的廣播 是令到粵語成為一個 基本上可以完全跟北方抗衡的 即是他們吸收娛樂資訊 是不需要向北望的 他們是看港劇的 文化方向的問題 是的 那時候是向南的 那時候是很清楚 也有一個負擔結果 就是在廣東裡面 語音其實是統一了 向了港式廣東話靠攏 是的 習慣也是 另一件事就是 就算當日所謂的普通 歷史這些東西都不是中國 是香港的 你看到很多的生活用語都是這樣 但是在1997年之後發生了一些轉變 其實在廣州真的開始 推普機 開到廣州其實是1997年之後的事 他們當地人的看法 他們的感受 他們的歷史觸覺是這樣的 他們的理解就是 在1997年就開了一個很有趣的會議 中國的語文那個會議就是 正式訂立了在2020年應該就是 要全中國有所謂七成人 能夠講到 普通話 即是讓方言不成為溝通的障礙 即是非法定中文 是的 其實在統一粵語 即是統一中文 其實在中國大陸 在所謂新中國成立以來 它第一步只是做到簡體字 其實語音其實是做不到的 因為語音這件事 其實是比文字更加難處理 這個我們先按下不表 但是它的理解就是 為什麼廣東會有一個二十年的空間 也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一個統戰的需要 即是希望廣東和香港 維持那種文化上的扭大 當時要做一個形勢出來 就是說香港人不需要怕中國 而它似乎是廣東更像 越來越像香港 當時鄧小平的說法 要國內多做幾個香港 是的 文化當時是這樣的 但是去到九七之後 其實一開始就申請定下了 你已經成功收回香港 於是推普機才要正式啟動 立即在學校廣播 開始大幅度削減越越 其實一代人 二十年 基本上你看到現在廣州 相對發達的地區 外來移民也有多的 基本上越獄已經變成了 你不能夠假設開口去廣東 越南方已經成為 最明顯的就是深圳 不是說是深圳 深圳由三萬人的村子 變成一千萬人的城市 那些人基本上 你懂得說廣東話的年輕人 父母是廣東人 都是因為學校教育 是的 因為共通語言已經變成了 的確在大陸的環境下 其實那是一個通用語 相對來說是一些文化程度比較高的人 才能夠管理到這個通用語 其實普通人就是講土話 所以為什麼大陸會有一種 你看那些標誌 也有趣的 要做文明人講普通話 有這個標誌 你香港人看到當然是 呆了 但是在它的 context 上 是有些原因的 因為的而且確是 是那些比較文化比較高的人 他真的會容易地管理到 原因就是他的教育系統 都造成了這件事 是的 這個情況就等於你香港 你管理到你講英文 你就是一個有教養的表現 香港的接軌對象是全世界 沒錯 他的接軌對象是向來不向外的 所以就很不同 但是在陳永傑博士這篇文裡面 他就講到其實 他當然又引申了一種可能性 就是其實香港容許你 先以沒有粵語變成 都是一種長遠策略 因為 先去席 是的 然後再 同歸中 先有一個統一戰線 粵語是這個時候 你爭取的朋友 然後最後 當你沒有了英語 然後就用普通話去吃 其實這件事又是製造矛盾 香港要找食靠英文 大佬 你又不能有背靠祖國的 面向祖國的 因為咬著柴 所以香港從來吃四方飯 我經常說 賺全世界的錢 香港的英文 押叉到你都叫做用英文 你做國際貿易生意 你講普通話 沒問題 你可以 問題就是 你面對的世界是全世界 不是中國 所以變成香港以前那些 所謂精英制度 的確不是太重視中文 不是文化不文化的問題 就是那個需要 如果你有精力去掌握好一種 所謂實用的語言 你會選中文還是英文 老實說 我那個年代是 你不讀英文你就死了 馮博那年代已經感覺不到這個 但我讀書的年代是 你最厲害的 一定要練好英文 不一定是專業人士 你賺錢你必定要 所以你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難怪老一批那些不和在 那些普通話是很糟糕的 實際上 你優先不是放在普通話那裡 或者無語也不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一個人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你學得到多少語言 你不是語言 你不是常用 你哪有可能熟練 一定是一個環境 即使使用環境 所以香港以前那一套 和國內是完全平衡宇宙 完全不同的 我剛才提到大灣區 你剛才提到大灣區的問題 大灣區有語言 其實有語言的共通 是否真的 推普機已經推了 其實所謂語言共通 唯一種共通的 大灣區 就算廣東整體繁華 除了廣州市外 你不要以為廣東話 那麼容易行得通 你嘗試去潮州 講廣府話 不是說他們一定不會聽 他們跟你講話 你都不會聽 所以即使在廣東一個省裏 你所謂的共通語言 的而且by default 是普通話來的 你沒手的 除了廣州那區之外 其實都是講普通話的 這是很簡單的現象 你剛才講那個話題 你那個融合對象 你用什麼加科 你本身自己有優先設定 香港一向都是對國際的 我們不是對國內的 就算你說超級聯繫人才算 我們的利用價值 是做一些對外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普通話不好 是很肯正常的 但是反過來 如果你不是按自然發展的需要 正如剛才說的 你不是按自然發展的需要 你不製造一個誘因 你不製造一個環境 製造一個機會 給他主動學習普通話的話 或者是沒有需要用普通話的話 他的確就不會鑽研 或者優化這件事 他自然會繼續搞英文 但是如果好像馮博引述 國內的那種想法 其實是階級鬥爭理論 是一個鬥爭理論 鬥誇了你 別的東西就可以出現了 什麼叫鬥誇 語文可以鬥誇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的社會矛盾就出來 原本沒有需要 採取一些鬥爭思維 你這麼操用了中共的鬥爭思維 去對付文化政策 你有什麼辦法不反抬 這是很自然的事 除非像西藏一樣 都剷掉它一半 除非是滅絕 否則不可能用一個鬥爭手段 去處理文化問題 處理不了的 不可能 所以上去大灣區 可以說廣東話這個 其實未必可行的 未必可行的 共通語言是普通話 是的 因為你在大灣區 寫沒有問題 是的 書寫沒有問題 如果你在說廣州 可能你還有機會 或者相對來說 有某些鄉鎮 例如大灣區裡面 佛山 東莞 東莞 基本上 那個圍住的地方 你都還可以 東莞也不像江江府 東莞 東莞 有自己的 客家的那些 很硬正 所以其實本身 你去到維州 坐在這裡也很傻 剛剛你剛才說 在維州搞香港城 我在想是不是真的可以 唉 只有牌子 我懷疑 在德國那裡肯騷 傻了 不一定肯騷你 維州的那些客家說 他很硬正 他不一定跟他遷就你 在廣東來說 其實那個語言 十分之分層 很厲害 就算是港府話內 更何況不止港府話 這是歷史沉澱自然現象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在這個名稱 年間有一場很大的內戰 打過的土客之戰 死幾百萬人 土客之戰很厲害 如果說的屏幕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重大的歷史事件 但是當然沒有人說 歷史不肯正史 歷史其實是 你見到怎樣突然插了一些 根本是殖民 插了一堆的 不是港府話的人 打到飛起 他們霸了之後 就自己建 為甚麼那些 塔加土流是甚麼 是雕堡 這是防衛性質的 我去了別人的地頭 霸了別人的地 我要建一個圍牆 保護自己 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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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歷史沉澱的過程 是有出現過 但是你有沒有好好處理 第二個大問題 現在又面對同樣的情況 你出動政權的力量 來推普機 不斷推 是否可以順利融合到文化上 所以如果你對付一些 沒有甚麼反抗能力的 又沒有甚麼利用價值的 經常說天然資源豐富的地區 新疆濟狀的那些 你剷掉的人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你不會影響你的經濟收益 反過來 你肯定剷掉香港的人 香港的制度是靠人 老實說 不是 只有制度空文一指 在這種情況下 你真的剷掉香港的那些 不像香港式思維 你是否真的可以借香港的好處 未必一定會有反效果的 那如果你說 找一些大陸專才 是否換血 專鬼他的財 混在一起才算 那中興的朋友 你以為他沒有在香港做生意嗎 又是搞大頭髮出來 所以你所謂專才 有一點東西 又是跟文化相關 等於說 香港人的手法 即是 手合約精神那樣東西 你是不是國內真的會跟這樣 很明顯不會 他一定跟你轉空子 他預料了 一定不會跟條文的 中英聯合聲明都說廢 總之拿到就可以了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這些人操作 香港的系統 是否操作得到 第一件事 外國人不相信你 很大件事 即是如果國際上出現這種情況 你再用香港的品牌 人家都不相信 發生甚麼事 即是等於 在大陸買奶粉 你可不可以買 你逼人無奈就不買 有機會的 你過羅湖關都見 都依然有人捅兩罐走過去 賺一下水腳也好 一定有人收 就這麼簡單 即是我告訴你 你甚麼家夥賺甚麼牌子 漂亮與不漂亮的 諸如此類 你發覺 只要你打著香港品牌 依然是有市場 同樣道理 如果你說讓人要跟足國內 在這種情況下 連鬥爭思維都學了 沒有法治 只有人治 只有政治 在這種情況下 鬼女有權不相信你 即是等於今次 今次北韓那件事 禁運了 被人捉到你的船 你都在香港註冊 大佬 你死不死 因為香港走私去北韓 起碼暫時 大家都不會這樣說 都是說 中國在香港 租船走私去北韓 不會說香港走私去北韓 問題是 如果真的突起上來 就像剛才所說的 又是一個大招 回頭去說的 如果那些傢伙真的要突起 你 即是進入你香港的數 會進去 看到香港政府馬上說 我們是獨立的關稅區 立刻要割 立刻要割 但你平時 站在那裡 你信不信 所以每個都是何志平 你死定了 第一個時候就切割 不關事 你愛國手愛國法律 我明明很愛國的 關我什麼事 你犯犯 我連你出來就算是給面子 這樣來 表態 你可以看到中國 其實依然明白一件事 但我不知道香港的朋友是否明白 中國依然明白一件事 中港區間對它是最有利的 依然是 所以為何那些點點滴滴回頭 就是剛才剛才所說的 高鐵為何不預香港要賣票 又或者不預你真是 一地兩件要賣在香港 可能隨時深圳都做到 為何呢 的確就是 我不計習近平才轉 當年一路以來韜光養晦那一套 都是在講長期利用 香港 在這個前提下 香港有區間 有一個所謂 相對獨立的經濟地位 中國才是最有利的 槍口來的 大哥 但是往往其實 決策的有時候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相衝突的目標 中國老實說 當時不難不收回香港 也是有一個政治因素 不理想為的 國恥 鄧小平會沒有訂企 你自己煲到民族主義這麼厲害 要交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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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那些又要擺明 找機器去聊一下他 宣示主權 宣示主權 這些其實都是因為他 尤其是在六四之後 唯一支柱於中國 在意識形態上 除了富強之外 就是民族主義 基本上他不能繼續去 是的 所以在香港來說 為何他的管治 和英國人相比會差那麼遠呢 當然第一件事 管治水平本身有很大的差異 我也是小學雞 小學雞 跟大學生的分別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港英管治香港的目標相對清晰 是 是 英國人很清楚 真的是殖民地 我不是跟你說感情 我是從頭到尾計算 你看回歷史檔案 現在越來越開越多 其實由戰後開始 英國多次想放棄香港 有一件事是很過癮的 如果關於殖民地這個話題 其實孫中山當年的分析 是非常科學客觀的準確的 記不記得其實有一個名稱 就是次殖民地 而不是說殖民地 分別是甚麼加科 正正是剛才馮博踢爆那件事 當年孫中山的分析是這樣 假如你真是殖民地的話 是有人認數的 也就是說 基本的民生 你的生活需要 各方面的事 他都會照顧你的 因為有人認數 我是中主國 而當年中國大陸 和香港最大分別 不加科 為甚麼孫中山認為 有些事香港做到 為甚麼中國做不到 他認為中國大陸本身 是次殖民地 甚麼是次殖民地 甚麼是次殖民地 即是殖民地都不如 即是殖民地都不如 不是說好過殖民地 即是殖民地都不如 在共管的狀態 就是大家去到予取予攜 而沒有人認領你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只會拿你的利益 就不會保護你 但殖民地的分別是否加科 當年台灣港英的確是這樣 為甚麼他要維持一定的所謂尊嚴 不給你 因為你們有些人要開工 你真真正正要別人 心甘情願 安居樂業做你的順民 你就要有很多安撫順民的手段 為甚麼當然有這麼多福利 人權保障 工人權益保障 住屋保障 為甚麼這麼多 我們認為是共產黨才會做的事 社會主義才會做的事 正正就是英國佬 你正在實施殖民統治 他知道你沒有投入 就不會有產出 他不會不保護你的 問題是中國人 懂不懂搞殖民地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對於一班從來未曾享受過 殖民地福利的人來說 他只是享受過次殖民地的恥辱 很重要 為甚麼中國大陸裏面 反而最起碼的人權都沒有呢 原因就是這些殖民地 和次殖民地的分別 很少看這個深層次矛盾 孫中山劈爆 當時很久沒有遺疑 這件事 最後是揭桿而起 要推翻滿清 因為在滿清統治的中國大陸下 相對於香港的所謂殖民地 他連殖民地都不如叫次殖民地 而次殖民地最明顯的分別 那些人是沒有人去照顧你的 沒有人去應領你的 所以如果你在一次殖民地長大 所繼承的文化累積是甚麼科 就沒有汪管 沒有底線 全部都是流民 這就這麼簡單 最起碼人權尊嚴都不會尊重 就是你未享受殖民地 殖民政府的保護 雖然他是不公平 但起碼他會當你人 這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這件事你強推得來 我想就是所謂先前有很多人說過 香港市一本狠難讀懂的書 你打不到表面看上來 當然有些大陸的朋友 都是讀我科學讀社會政策 不是的,是廣東人來的 不是的,你英國人 其實以前那些福利根本很差 沒有甚麼都對你不是那麼好 我說其實英國人對香港人不好 是不需要看其他東西的 你看他八、四年做些甚麼你就知道 就賣了你,賣了你豬仔 是呀 這件事是不需要解釋的 但我說為何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 死人塌樓都要回香港 那你幾個原因就是客觀原因 就是你所說的差異 即是你說是否好 你用今天的角度來講 當然那時候是有問題 但你不要忘記 真的戰後 其實香港也是一個難民社會 從來都是 是一個難民社會 是很急速的 有幾百萬的難民 尤其是戰後 很短時間 然後只不過英國人 其實他的先天條件 是相對很有限的 但是管治水平的分野 就是在這裏 剛才我講的一點就是 英國人是相對清楚 他知道他殖民香港 最終都是為利益的 跟中國做生意 留在這裏都是為了長遠的 他當日決定 最後我放棄整件事 主權換自權問題那些 他都是想著 我是想著留在香港 我來留一手 他根本 他沒有一種霸佔香港的所謂慾望 其實他對他來說 他霸佔香港的本土 他不是 因為你不是他人 二來他留你在這裏 做一個殖民地 他是對中英貿易的 用來做亞洲的貿易 他很清楚是利益的 所以他管治很清楚 他要你不反抬 他就是要做 他應該要做的事 他不會無緣無故問你 你愛不愛國 他不會問 他沒有意思的 他又不打算同化你 他不想你同化 他不想 他要擁有移民 很難問 但大陸不同 一方面他理智上知道 有一個維持區間正如消共所 為何他做這麼多事 牛群倒在自己賣 是因為他有另一個相衝突的目標 同樣重要 那是民族主義的 gender 這就是合法性的問題 兩種合法性 你明白嗎 而這兩種合法性是互相衝突的 是他無法調和 有兩種合法性 第一 他要交到功課 你有飯吃 要靠香港來賺錢 實際上需要維持區間 另一個合法性 他代表出來偉大的中國人 民族復興 在這種情況下 民族主義 他又不是說 要解放你 這就糟糕了 這兩種合法性 其實香港是矛盾 你要推出民族主義的話 就會令香港變成中國 香港變成中國 沒有區間 沒有利用價值 就被人禁止 那就要死了 所以為什麼他這麼 你覺得他好像在做一些事情 經常在賭止 原因就是深層次的問題 就是他有兩個目標 英國人相對簡單 他根本沒有所謂民族主義 他只是計數而已 所以他很清楚 管治水平也很高 他很清楚 我在這個條件下 我做多少事給你 我達到我的目的 很清楚 政治計數相對簡單 他控制得到 大陸不是了 你想想他中聯辦 放了多少人 唉 所以整個香港深層次矛盾 有沒有人想過 其實是中國自己有矛盾 但不是他這樣有矛盾 你比我中聯辦 那麼多人在 做了那麼多聯絡工作 港英 你想想 讀書過來 大隻小龜過來 就是這麼多 小龜是後來的故事 後來的 赤身符港 派了外派 就搞定了 沒有了 大隻狗 是啊 大幾個女兒過來 大隻女兒 最好的遺產 所以很明顯 你一看到水平是差很遠 沒有辦法 其中一個就是 當然我們可以說 很多小學生程度的問題 但其實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所說的 管治能力已經不夠好 他還要追求和時間追求兩者 雙衝突目標 對 怎能夠不出問題還一定出問題 很好,你經常是說中間的深層次的矛盾,與差一個也不太適合 香港,我不會說沒有矛盾 但真正令施 firefighters 舉報為姦 就是他們的內部深層次矛盾,這不是合法性的問題 一是實際需要利用香港 但同時對我們無礙民族主義的招牌 要精折排荒、可以想像一筷 所以他最終目標就是想純化香港 他會在此方面繼續做 但另一方面你會發覺他又不是 老實說香港沒有任何硬實力能夠對抗這件事 他真的要推你,我的槍在那裏 老實說,他有槍在那裏,我要你閉嘴 香港人會跟你拼命 人會跟你拼命,但問題是為何一直都不做 當然是有些原因 你當然可以理解,一種理解就是他愛我們 恩情是感恩節 中國是感恩節,民村大地震的中國是感恩節 死人倒在那裏,但另一個更加無實的看法 他有些事情,他知道有限制 他再講政策,他清楚地知道有些底線 麻煩了,真的,我接觸中國的那班傢伙 怎會不知道,他們真的聰明那班 是知道有些事情不能亂來 犯了,犯了,有甚麼加科就像何志平一樣,拆鞋都塗不切 扑出來幫你做白手套,結果搞到阿爺跟你割蓆 不是說那些事情不用做 他還要在監獄裏面說,我很忠心的 我全部為國家,我甚麼都未爆 這樣,可以了,滅口就對了,發生甚麼都未爆 他食物中毒,路長安就死了,暴斃 那就是陰謀論還陰謀論,正正就是看情況 香港有很多,所謂自作多情的人 是理解不了阿爺本身的內部矛盾 如果對中共的內部矛盾講得清楚的話 就明白,所以外國虛放一招 你不要禮真,麻煩你 即是你可以示威,但你可以那天示威 你第二天可以繼續去美國領事館門口陪他 不是這隻,中國國內那種裝乖子 口港愛國,全部移民 口港愛國,全部移民 你做出來的不愛國就行了 你口港愛國,香港人未學會這招 要做到口不對心,這麼嚴重的事,做不出 所以你發覺,只要你用到中國的那招 塞住他爺爺的口,裝乖,就不會收 我不知道真的做到不做到 但大家在想一下,中國的那些傢伙 哪個官的官二代不是移民 不是外國護照 我覺得還有一個,為何會這麼愚蠢呢 剛才我再補一句 其實,現在真的,所謂回歸之後 就是所謂在港人治港的那幫港人 他們其實當日在港英殖民時代 他們的愛國分數是真的 香港說了普通話,他們覺得沒問題 我們要融入祖國 他們反而是 可能有一些是真心教 他們就不懂 所以他們對港英共的仇患 因為扔過氣球彈,被人擠外國 所以他們那種民族之意 其實是堅惡的 所以他們反而轉不了彎 如果他們是上面那種,反而好辦事 就口頭說 大家去唱我歌中祖國 然後實際上繼續在香港 上邊領教過了 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 領教過了 交足學費,聰明 一定要口是心非 身體必定要誠實 不能的半點保留 剛才提到何志平的那輩子 可能他們真的有一堆真心教 何志平的真心教 反而壞事 反而壞事 他不是要你真心 假事當真泥造就出事了 叫你扣女兒,沒有叫你娶老婆 壞了事 還要戴肚子 還要戴肚子 你不死 所以變成真心教 出事就出了這件事 問題香港人何時會學會 這些口是心非 是難搞的 香港的教育制度 真的要教人做老實人 那些老師都不會教人說謊 那些老師不可以教你說謊 那你怎麼搞 而且你的社會有基礎 就是你所謂的事 你沒得不是的 所有規章制度 所有習慣 是真的動就動你 所以為何廉署說都沒那麼容易成功 因為香港有土壤做這件事 為何孫中山來到香港一九二幾年 會說香港這邊 中國幾千年都做不到的事 香港幾十年都做到 為甚麼 就是本身整個制度整個環境 都是強調這件事 所以說你真是形成了文化你要改 還要用中國那種鬥爭思維去改 不壞事先期 所以這件事我想馮博省後 將文件分享回到網站 給大家看看連結帳出去 那就加了一個評論 所以這次貿易戰是其中一種戰線 香港本地的戰線是甚麼加科 是文化戰線 經常都說這件事 我們有沒有辦法 可以反手爭取主動的文化輸出 在這20年回歸之後 其實香港本身的文化輸出弱了很多 一來也同樣是我們沒有了廣東的福地 大規模地沒有了 因為沒有了工業福地 一來是文化產業的福地 文化的福地也是 沒有了因為直徐向北望 港產片就產了 死了也沒有了吸引力 這個同時間是發生的 同步發生的 那你哪個先 哪個後 我就覺得很難分 我自己就覺得 就是同時發生的 的確未必是因為 它沒有那個市場 然後它死亡 都可能是 其中一個原因 你說沒有創作的創意 在回歸之後的10年 明顯地是急速下降 不知是甚麼事 但我自己的感覺就是 其實上一代的創作人 之所以做到全球華人的共同文化 有很大的原因 電影圈也有說 中國傳統文化的土壤有一定的關係 有說的 這群文化人 上電影那群人也有說這件事 就是影照出來 其實是整體文化創意產業才算 當時中國的市場很吸引 你就真正交易愛國 回去大陸拍片 加了很多中國元素 最慘的是甚麼加科 你要去迎合市場需要的話 同時兩件事都要迎合 第一件事就是文化口味 你去迎合 第二就是規管制度 整個管理架構要融合 有很多禁忌華 香港沒有的 有很多人說甚麼都可以 但這又不能說 那又不能說迷信又不行 你不愛國又不行 你反中亂說 說殖民不美化 美化皇軍你都要死 你不可以說日本人的好處 變了很多限制你創作的東西 忽然之間加在這群人的身上 然後還要主動迎合觀眾的口味 那你怎麼說甚麼是創作 第一你已經沒有創作能力 你只能製造一些適合市場產品 市場產品不是真的自創 而第二件事 你原本可以做的事就不做了 所以為何香港忽然之間 回歸之後出現這麼大的斷層 那一家貨 就是它給你好處 你又想要好處 你要好處的時候 同時要接受它的壞處 你一接受它的壞處 你原本的好處都沒有了 你可以有甚麼出來 我看不到有甚麼新的東西出來 所以變成這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在於創意產業肯定面對這情況 其他我不敢說 為了大家看看 拭目以待 看這場文化戰線代打落 會發生甚麼時候 我們時間有限 不好意思 辛苦大家聽過兩個男人 我們發瘋了整個鐘 稍後馮博的這段文章 我會投資上網站參考一下 了解一下中國裏面 不算是文化統戰 有甚麼思維模式去做 對於香港現在的處境 可能會有多一點認識 因為剛才講廣州那邊的情況 即是現身的說法 是十年前之前發生的事 不是很遠的事 但一代人之間 語言習慣已經完全轉變了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看 參賽 好 時間到此了 多謝各位 拜拜 ór commitment 都說出來 好 regulatory 這些人